石頭火鍋系列要回來啦 Chill今天要介紹不一樣的石頭火鍋 用小火鍋的價錢賣你石頭火鍋 今天要介紹這一間 位於淡水淡江大學附近 學生不想要讓你知道的石頭火鍋 每到用餐時間外面排隊 以為好像在買不二家的蛋黃酥 這間石頭火鍋大概是外面六折的價錢 就可以吃到一般石頭火鍋的品質跟份量喔 然而美味的程度更不亞於名店 不信你就進來試試看 先來看看我們今天點的些什麼吧 我們要開始吃啦 然後這邊弄一些醬 它的醬很單純就是沙茶 然後蒜泥跟蔥花 然後飯是吃到飽的 這個辣椒醬看起來蠻厲害的 然後後面有白醋烏醋跟醬油 加一點辣 然後今天飲料是蜜茶跟紅茶 今天遇到我們那個石頭火鍋系列啦 然後今天是介紹很小的店 然後我其實很早就想要吃了 可是它以前只有晚上 然後現在而且每次晚上看到就排一大堆人 那我晚上有小孩 所以沒辦法出來 今天它終於有中午了這樣子 它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我本來以為這麼小的店面 然後在大學的附近 應該是那種臭厚鍋之類的 可是沒有想到是真正的石頭火鍋耶 好啊我們今天點的是火鍋 那個我今天點麻辣 麻辣比較貴一點 每一個都是貴20塊 然後也都是石頭鍋 就是麻辣多了20塊 然後它這邊有肉蒸量對不對 就是像我這個 我這次點了一個肉蒸蒸 它一份就是40塊 那像你那個一份啊40塊的牛肉 欸牛肉一份是50塊就是這樣 我覺得蠻划算的耶 對啊你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菜單 它的價格 所以就是一小盤這樣50 我覺得很可以 啊像豬肉就是40 你看 就是它一小份的 啊這是它原本付的那一份 好我今天那個肉 因為我點很多肉 肉蒸蒸蒸這樣子 所以它有給我多一點油 因為這樣才炒得動這樣 然後我這邊啊 它有附上一些東西 就是你怎麼樣去炒 會比較好 比如說炒料 先熱鍋20分鐘 所以你等一下開20秒鐘 講說 然後接下來再慢慢炒 這樣子照了步驟做就可以了 所以是它把這些材料都給我們了 然後我們要自己DIY的意思 對對對 這其實還蠻酷的 蠻特別的啊 對 好我現在先開鍋 大概讓它 讓它先熱鍋個20秒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 然後趁著它在熱鍋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麻辣的湯底 所以等一下最後你炒完之後 之後再倒下去就好了 它這個是石頭火鍋的湯底 還是給你一杯這樣子 蠻酷的耶 我第一次吃到就是自己動手了 不過我覺得 目前從價格跟食材來看起來 我覺得是超級划算的 沒錯 對啊 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 好 哇滾了滾了滾了 大概20秒我把它全下啦 慢慢炒這樣子 這是一堆山啊 對我覺得可能不能一次那麼多 不過沒關係就試試看 我拿個筷子 哇它這個醬好香喔 對 不好意思喔我非專業了耶 沒關係就慢慢炒了 反正就是不停的拉啦 不然就覺得 那些每次在炒的 你覺得蠻厲害的 我覺得笨手笨腳的 我的肉放得比較少 所以比較快炒好 你看你的還是這個狀態 對 很好吃 它就是稍微炒一下爆香之後 然後你可以拿起來 然後再加湯這樣子 對喔我聽你這樣講完 我才想起來說 對人家都是炒到半熟 然後就拿起來了喔 然後我呆呆的在那邊 等肉全熟 我還是牛肉 等一下慘了 好啦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肉夾起來放了 然後等一下再加湯就可以了 哇塞 好香啊 哇塞 這是我的那一盤肉啊 超多的 超多的 哇這個是芭樂的 超讚 秋太去炒肉啊 然後這邊啊 這是我今天的菜盤啊 我是有可以換成全菜的這樣子 你可以不要火鍋料 是正盤的 對因為其實很多學生 很注重健身什麼的 所以就 他們就會不要那些火鍋料 就可以換成像我這樣子 你可以換成肉盤 喔也可以換肉盤 哇超棒的 肉爆多的 真的 你還不自量力要肉蒸蒸蒸 你好笑啊 你 這個肉盤 一點料啊 這個是老闆請我們吃的啦 對 這個單子才能吃的 我用一點給你 好 哇菜超多 可是麻辣 這看起來很稀 這個辣 欸不錯欸 就是如果你想要 就是吃都蔬菜 沒有比較添加物的話 可以像這樣子 都是菜的 很棒欸 整盤都是菜 對啊 菜盤裡面好像有蠻多種菜的 然後綠色的蔬菜 還占非常的大量 對而且它有很多種綠色蔬菜 就是如果你菜盤這樣子 我們在外面外食的話 比較難吃得到 這麼大量的綠色蔬菜 所以這是一個蠻好的選擇欸 然後像這個是有火鍋料的 就是大概有這些火鍋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盆子很深 底下全部都是滿滿的蔬菜 還有那個火鍋料 就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 這麼多的火鍋料 對 真的它的蔬菜真的超多 而且都是綠色的 很棒 底下還有一些粉絲 哇我們都煮得差不多了 你看它的就比較乾淨了 就是亂七八糟 然後炸在一起這樣 它的湯吧 哎唷 起霧起霧 怎麼樣 蠻清爽的 就是也是柴魚的底 但是不是那麼的濃厚 但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就是很可以這樣子 我們講的都有附身 味道蠻自然的 應該是自己咬的 好我們請秀菜幫我喝一下這個 因為我已經喝了 我覺得你可以 因為它可以選那個拉肚 我選的是小辣 然後它是麻 多過於辣這樣子 它很麻喔 它舌頭會整個都超酸的 整個舌頭會很酸 可是很過癮 然後那種酸是那種 自然的那一種 你等一下喝你就知道 我覺得你會喜歡 麻我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應該是喝好 它那個麻度大概有跟鬼晶棒的那種感覺 鬼晶辣上肌肉會很像 有聞到它那個香味對不對 它那個 應該是有一點八角的味道 很濃對不對 中藥類的東西 中藥的那種辣 底韻這樣很像 很過癮耶 這個我喝個幾口可以啦 可是沒有辦法喝太多 可是它那個麻主要是 麻我覺得也還好 就是那個香真的是非常的香 我覺得它的那個辣真的不足色 所以如果你喜歡一支辣 就可以來嘗試 對我覺得我會特地 如果是樹外面 我會特地來吃這個 我剛剛那個醬料啊 有加了一支辣 這個醬料變得超香的 那你剛剛加的辣 是它這個湯的比例嗎 就也是有一點麻 我覺得比較偏四川那一種辣 哦 好啦 我們就來把它剛剛炒的肉啊 加回去 然後熱一下就來吃啊 哦 擠鍋一下 吃吃看啊 哇 來吃一下這個牛肉啊 它的麻油啊 全部都吃進去了 所以那個麻油超級超級香 然後它的油發也蠻豐富的 它這個使用的是牛五花 然後油花整個融在麻油裡面 超好吃 對 它切的是比較薄片的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能夠炒進去的 有些人喜歡厚的牛的話 它可能就比較不適合你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容易炒進去 也會比較嫩 因為它的價位很OK嗎 你可以多一點肉 然後一次吃大口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 我的豬肉 我覺得非常滿意 就是以外面的 對對 我剛剛已經加給你了 試試看 很香 很柔軟的 它一樣很香 很柔軟的 然後 對於豬肉來講 它的那個甜味 算是很好的表現耶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去吃外面那種 就是你去吃火鍋 有沒有 它都會給你了 不是那種小火鍋的那種肉喔 是你去吃 比如說蠶豆 不要蠶豆 嚴鎖的 那個就是這樣嗎 竹筋啊 然後那一種的 我覺得還有更好吃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你牛豬都可以吃的話 我建議一點牛肉 因為牛肉的香氣還是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這一點點啊 蠻特別的 它的肉啊 因為剛剛講了 它的麻油吃得很進去 所以你就吃它原味就好 它完全不需要加醬 真的 它的味道 它其實 因為大部分我們來吃這個 就會很在意就是沙茶醬的味道 它其實是很普通的沙茶醬 了不起就是牛豬排 可是我覺得光吃湯的 然後它原本那個湯底的味道就很棒了 但是火鍋料我覺得就需要沾個沙茶醬 當然這個沙茶醬呢 就因為它加進了那個辣進去啊 就變得非常粗粗 至於我這個啊 我完全沒加醬 我就是直接這樣拿起來吃了 真的太夠味了 這真的超棒的 啊 這個像花枝薑的這種甜不辣 它裡面花枝一塊一塊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雖然是我覺得 面外面燒好一點 這個是紅茶 紅茶我自己覺得算偏甜 可是它有蜜香欸 對對對 它的那種甜是蜜的香 所以我覺得很可以 因為它旁邊還有一個蜜茶 我覺得它搞不好是蜜香的 然後紅茶這樣 它加進去的 對 可是我覺得很神奇一點 因為我吃這個不是舌頭會麻嗎 然後酸酸的這樣子吧 然後我就喝這紅茶 我覺得喝起來很像什麼酸梅紅茶的感覺 就是它給我起的那個化學變化 就是壞掉 就是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這樣子 我現在心裡超猶豫的 因為我每次吃石頭火鍋的時候 我都會把飯倒在那個石頭火鍋裡面 今天是麻辣了 我到底要不要 我覺得拼一下好了 給它煮我看好了 我不是隨便來 我就是很喜歡吃這種的 搞不好有特殊 弄出新滋味的感覺 好啦 我最後的肉啊 跟肉汁都給它嚇啦 你自己看不慣的人喔 不要罵我喔 我就是喜歡這樣 怎麼樣 哇 第一次吃麻辣版的 關火 關火 老一點進來 先吃吃看好了 給它讓它在裡面稍微溫熱一下 不是啦 我吃了 好啊 我來吃一下喔 我跟你講我剛才已經有吃一碗了 然後它很特別 它很像有什麼麻婆豆腐飯這樣子 然後粥跟飯中間這樣子 所以就是它把 就是比較入味就對了 因為平常我們如果是把火豆腐放在飯裡面 它是飯跟那個醬汁比較分開的感覺 然後它是融在裡面的感覺 蠻特別的 對 然後就是麻辣粥麻辣飯這樣 很酷耶 這個不自量力的人 既然說它要挑戰一下 它對食物接收率比較低 怎麼樣 說不上來其實就跟 跟人本的湯是一樣的味道 呵呵呵呵呵呵 可是我覺得就是重口味型的人 我很喜歡啦 我覺得大家不要輕易嘗試啦 這樣有點太鹹了啦 因為粥的話應該是一個比較清爽 或是湯頭濃郁就算了 這個有點太鹹了 我覺得可能可以加一點石頭湯 這樣石頭鍋鍋的湯 會好一點 收合一下應該是 如果要用的話 還是建議用這個石頭鍋的湯啦 但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這樣很新鮮有趣 我覺得有時候吃飯 心情還是很重要 你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東西也會特別好吃 就算它不一定好吃 我已經吃完了 現在剩下的秋苔 我好羨慕他喔 好 可是這全部都是牛肉 對啊 你吃了完嗎 我就也只能吃完 然後放到怎麼辦 女生的話建議 如果妳還要吃的話 點個肉蒸就好了 因為剛剛 老闆還有請我們吃一盤的那個肉 就牛肉它的牛肉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剛剛的火鍋料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看它吃不吃得完 這樣子 但不然其實肉蒸就一定很夠了 對沒錯 我剛剛吃肉蒸蒸蒸 然後加原本的肉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個很不錯 因為你可以省掉澱粉的量 真的我覺得這間我非常滿意 等一下我們再講評好了 好啦我們吃飽了 出來總結一下 哇這超爆飽的 欸它有加一層服務費嗎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它很厲害欸 對 基本上我覺得它這一間就是一個 用臭臭鍋的價錢賣你那個 石頭火鍋的專賣店這樣子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肉你是要自己炒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有這麼多的人手可以服務你 所以自己炒 不過我覺得這也算是一種樂趣 那它最基本的是石頭豬 這樣140 然後如果你再加一份豬肉 這樣子才180 可是你得到的是大概價值300塊的東西 我覺得品質還沒有下降 它甚至有更好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它好吃的程度 跟外面也差不多 甚至還更好一點了 然後我覺得石頭火鍋 我這輩子吃過最划算 就是這一間的 這一間真的超划算 真的 這邊的菜盤也非常的大一份 然後菜盤的那種變化很多 就是你可以把菜盤拿去換肉 或是 鍋料換菜 對 然後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很有彈性的 當旁邊一桌學生 就看我們拿相機在拍 就問我們說 欸你們這個影片是會放在IG 還是那個Youtube嗎 然後問我們說 你們粉絲有多少人 我們會不會以後吃不到啊 他們在擔心這個 可是其實擔心的也蠻有道理 因為這裡面的 那個座位只有16個而已 然後它只開半天 可是我覺得啦 就是人多一點來吃啊 搞不好可以讓老闆換大間一點點 對 我剛剛也有想到 就是說逼老闆 然後換一間大間的店面這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它這間店的價格跟美味的程度啊 都算是無懈可擊的啊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啊 就蠻推薦大家來吃 這一點我想要讓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這間常常要排隊 然後呢 如果你不太能排隊的話 不要來 因為我們之前有介紹店啊 然後有人就是排隊 排隊之後就怪怪我們 說真的我其實非常的不爽 真的 好啦 反正我覺得如果經過的時候 看到沒有人的時候呢 就進來吃 我覺得不會後悔的 好 今天先到這邊大家 掰掰 好嗆喔 欸為什麼就 我要待待給人家罵啊 拜託 我覺得最近酸民真的超多的 嗯 就是我們在鏡頭面前 然後你躲在鍵盤後面 然後 就是不由分說的就罵起人來 我覺得是蠻不舒服的啦 你就把你的照片秀出來 你的樣子秀出來 給大家看再罵 好嗎 好嗆喔 好嗆喔 最後一期 好朋友 シャー 好嗆喔 我們在訊欄 說什麼 我們在訊欄 我們在訊欄 中途中 我們在訊欄 我們在訊欄 我們在訊欄